弟子首先做一个分享 同修是个学生 自从学佛后 他卖懂得疊解 因为平时零花钱也不多 没有必要的东西就不去买 他愿意花更多精力和财力 去做更有益的事情 比如放生 放假的时候 他跟家人都会瞪着单车 去远一点的地方买鱼 因为远点的地方鱼会便宜一点 大部分都是随缘买一两条 每次看到鱼被救下 回到大自然 自由自在 在水里转圈圈 心里觉得非常乏喜 他只是用一点点时间 淡就了一条鲜活的生命 他觉得非常值得 你所做的点滴 此下何曾不知晓 每次当他感叹自己 又要成月光族的时候 生活总会给他意外的惊喜 比如在他刚高考完 愁着没钱去放生 他的家人主动给他发红包 他还找到离家很近的兼职 开学时要买很多日用品 他想着买东西 能省就省 多省点钱拿去买鱼放生 有天突然被告知 某个软件给他发了红包 等于买东西不用花钱 他从来没有想过 这种免单省钱的事情会降临在自己身上 是关心菩萨慈悲加持帮助 让他解决生活问题 又能继续去放生 正如师父之前的开示 我告诉你 放生的人 放到现在也没有个个都穷人 我告诉你 你一放生 菩萨就从其他地方把那个经济还给你 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 哪怕一条两条 也是你赤诚的发心 有人会觉得跑了很久 才买几条不值得 可是有几分发心 就有几分收获 菩萨一定会加持你的发心 并帮助你 给你最好的安排 感恩关心菩萨 感恩师父 如有说的不如理不如法的 请关心菩萨和护法师 原谅 很好啊 很好 就是发心很重要的 明白吗 嗯明白 好了 感恩师父 接下来 第一次问几个问题 请问师父 108只甲鱼 是不是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树 能够帮助我们化解劫难呢 是啊 也是可以的